很多观众朋友下午出门的时候感受到跟早上相比其实变冷了 但是越晚温度可能还会更低 更多气象资讯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宣童 强冷空气的冷平流现在位置已经来到了北部的上空 预计还会再往南走 所以在北部现在温度已经下降了很多 而在中南部地区温度也是缓降的 当然最冷的时间还是落在礼拜二还有礼拜三 但我们要同时提醒强冷空气南下的过程 除了架半着一些水气之外呢 同时这个风浪也是蛮大的 像是在新北市的龙洞已经测得了五米的浪高 去海边要小心 再来观测一下外面外头的天气 双北市现在的温度介于12到14度左右 新竹12度 而在台中地区16到18 而在高雄台南等地呢 则是介于20到22度左右 而这样子的温度还是会持续下降 以台北市的温度来说 不排除在今天10点的时候呢 只有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的低温 甚至明天可能一整天都在10度以下 所以气象署也持续的发布了低温特报 除了屏东还有台东之外呢 几乎以北全部都亮起了灯号 尤其在整个彰化以北更是亮起了橘灯 意味着有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10度以下低温 而在苗里以北呢 更是有6度发生的几率 而我们对大家来看 颜色比较深的这个区块呢 是新竹苗里一带 尤其靠近沿海还有近山区的平地 不排除会出现5度以下的低温 体感温度目前看到最低的 有来到0度甚至是-1度 所以真的很冷 预寒工作要及早的来做 再来关心这一波的冷空气 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呢 到了礼拜四 即使温度是回升 但是整体上来看 可能跟今天比起来 还算是比较冷的 而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呢 礼拜六温度逐步的回稳 中南部早上还是有极低温度出现 但是温度高温会回升到20度以上 而在橘色的这一条线 白色的这一条线 是北部还有华东地区 可能一整天都还是在20度以下 所以这一周 基本上北东地区 都还是这样子 凉凉冷冷的感觉 不会有太明显 太明显的回升 最后要该关心的是降雨的部分 在礼拜一礼拜二 主要是因为有 华南云雨区冬移的关系 所以全台三分之二 降雨都会来的比较多 但是到了明天的白天之后呢 这雨势会有所趋换 礼拜三开始升下阴风面地区有雨 可能山区也会有一些 到了礼拜四礼拜六呢 整体的雨势又更为的少 只有在阴风面地区降雨 在新北市的部分地区 还有在台北宜兰 1000公里以上高山 有可能会降雪 时间点落在礼拜一的晚上 到礼拜三清晨 上山要记得上雪链 以上这节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